大家好,正式节目开播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11月24号到29号带大家去上海和宁波游学 这是咱们第二次去淘宝包游区 上一次是去的南京和镇江 那么说起来上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基本上可以讲的是近代化的城市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古迹 尤其跟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徐家会,最早的天主教徒,菊光企业 最早皈依天主教的这个人 他建的教堂和他的墓地 比如蛇山圣母大教堂 这些都是远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教堂 当然了,御园,城隍庙这些大众景点咱也要去 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师博 这是一个非常藏品丰富的博物馆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去一些小众的景点 比如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 见证那段中韩共同抗日的历史 宁波就不用说,名声古迹众多 是吧,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全明广三个州嘛,他的明州嘛 是吧,所以呢,比如说像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因此呢,像这个国清寺啊,阿玉王寺啊 包括这个浙江凤化的雪斗寺 那尼勒佛的那个荡场 这些地方呢,我们都会去看到 也会去一个小众景点 比如说高丽使馆就职 总之,让大家呢,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绵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尔在中东的战争愈演愈烈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中东的乱局啊,背后原因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而这些乱象背后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地的极端伊斯兰组织 倘若追根溯源 很多这样的极端组织都和一个源自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关 甚至呢,这哈马斯尔本质上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那这个组织到底什么来头,后来为什么就冲出埃及走向中东 今儿呢,就聊聊这个 穆雄会呢,最早创立于1928年 创始人呢,是一个叫哈桑班纳的学校老师 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埃及呢,名义上由奥斯曼帝国的帕夏阿里的子孙统治 但是整个国家呢,主权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英国人所掌控 就引起了埃及很多人不满 从1879年开始,埃及就陆续出现过一些民族主义组织 他们的诉求是治理民主改革,用议会监督政府等等 这样的举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也让埃及民众独立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 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 埃及呢,名义上获得了独立 但是呢,还是得受英国的操控 就这个时候,一些谋求彻底独立的埃及人就转向了伊斯兰教 穆雄会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班纳创建的这个穆斯林兄弟会有自个儿的鲜明的特点 首先呢,他打造了一个从个人到世界完整的伊斯兰复兴体系 他认为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衰落是由于穆斯林背弃了古兰经 所以呢,才被西方死死拿接 甚至每一个穆斯林都在堕落之中 为此呢,他号召信徒从自己做起 沿袭古兰经和圣训 从自己做起自觉抵制西方文化渗透 在这个基础上,信徒们联合起来 推翻现在不纯洁的世俗政权 建立真正纯洁理想的伊斯兰国家 这等于呢,就是这个托古改制 坚定的站在了世俗政府的反对面上 其次呢,他们不仅读经 还设立医院和慈善组织 以此呢,吸引教徒 当时的埃及很多穷人对政府深深不满 所以就被穆雄会吸引了 因此这个组织呢,迅速发展壮大 到了1940年,穆斯林兄弟会的人数发展到上百万之中 为了推翻世俗政权 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呢,策划这个炸弹暗杀恐怖袭击 让当时埃及的法鲁克王朝忍无可忍 于是呢,48年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非法组织 逮捕杀害了很多著名的成员 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 也在1949年死于暗杀 经历了重重挫折之后 这个穆斯林兄弟会呢,就被迫转入地下 没过多久,埃及军官纳塞尔发动动变 推翻法鲁克王朝自立为总统 纳塞尔坚持自己的政府 才是埃及和阿拉伯穆斯林的领导者 其他组织想都别想从他这夺权 于是呢,穆斯林兄弟会的残存势力 也遭到了严厉的镇压 到时这个时候呢,这个兄弟会内部呢 就发生了内讧 一派主张坚持过去的策略 继续搞恐怖袭击,夺取政权 另一派呢,认为要温和行事 否则呢,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于是同时呢,纳塞尔和他的继任者萨达特 继续充当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对以色列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战争 最终呢,被揍得鼻青脸肿 萨达特呢,就被迫跟以色列议和 这让埃及政权的合法性遭遇了危机 为了平息国内民众的愤怒 萨达特被迫采取怀柔统治 允许一些民间组织发展壮大 这就让穆兄会的温和派抓住了机会 大力兴犯企业和慈善事业 代替政府履行了很多义务 在埃及内外的影响啊,就进一步扩大 如此成绩宣告了穆兄会温和派的胜利 80年开始,这个组织在埃及政坛当中 就开始呢,稳固发展自己的力量 从其他政党结盟 并且在2000年的议会选举当中 获得了17个议席 直到2011年,总统穆巴拉克 因为民众抗议下台 本来这个组织在政治强人的谈押下 还能戴上温和的面具 一旦遇到权力真空 穆兄会就蠢蠢欲动 有些兄弟会成员试图挑战军方权威 遭到了强力镇压 2013年,埃及军政府宣布 穆兄会为恐怖组织 他在埃及政坛上呢 就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不过呢,这个穆兄会的影响啊 绝不仅仅限于埃及国内 早在这个兄弟会建立初期 就通过各种渠道向外国发展势力 甚至48年试图刺杀野门领导人 在当地呢,建立纯粹的伊斯兰政权 事情败露之后 埃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一度禁绝穆兄会成员入境 但是呢,当纳塞尔打压穆兄会的时候 沙特阿拉伯一改往日的态度 接纳了大量的穆兄会成员 这么干的目的呢,在于试图通过反对派 间接影响埃及的政局 但带来的很多后果 是沙特尔无法控制的 穆兄会的成员有文化 这个能讲课 而那会儿呢,沙特尔文贸率高达85% 急需教师 于是这些逃难来的兄弟会成员 不但在讲台上 侃侃而谈自己的纯粹伊斯兰思想 还参与沙特的教材 宗教典籍的制定 在相当程度上 就把沙特给挠空了 所以沙特后来出了不少恐怖分子的赞助者 和恐怖分子本尊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奥大马本拉登 这一切跟穆森林兄弟会 几十年来孜孜不倦 在沙特传道 是绝对脱不开干系的 当然了,沙特可以容忍兄弟会 在国内传播极端思想 甚至把这些思想传递到 其他伊斯兰国家 但绝不能容忍穆兄会 对政权有一丁点的非分之想 2011年阿拉伯事件发生巨变 不久之后 沙特王使就颁布命令 认定穆兄会是恐怖组织 并且全面销毁 穆兄会历代领导的著作 即便如此 几十年的时间 足够穆兄会在其他阿拉伯国家 开枝散叶 20世纪后期 当地的贫苦百姓 一直对统治阶级深感不满 也对西方在本国的渗透 深感恐惧 而穆兄会的理念 迎合了这种情绪 日后很多极端的伊斯兰组织 都深受它的影响 包括基地组织 包括黎巴嫩 珍珠党 ISIS 而在加沙地带 盘踞多年 因为恐怖主义 绑架人质 而臭名昭著的哈马斯 最早的时候 也只是兄弟会 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分支 后来呢 突破人类底线的行为 越走越远 也在坚持声称自己 践行着兄弟会的理念 所谓安拉是我们的目标 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律 先知是我们的领导 圣战是我们的道路 这些理念 早在二十世纪前期 就被公然提出 现在呢 一看哈马斯的所谓做所为 一桩桩一件件 都能完美的对后悟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哈马斯才是 牧兄会最诚实的孝子贤孙 而美国几年前 把这牧兄会 列为恐怖组织 一点都不冤 当然了 除了这些恐怖组织 也有些阿拉伯国家政府 本身表态 愿意接纳牧兄会的 比如土耳其和卡塔尔 当美国宣布 考虑宣布兄弟会 为恐怖组织的时候 土耳其苏丹埃尔多安 跳出来 说兄弟会 早就改邪归正了 你把他这个 宣布为恐怖组织 只会助长ISIS的 嚣张气焰 另一个国家 卡塔尔做的更绝 他们坚定的庇护 这个兄弟会成员 并且呢 允许他们用自己的 半岛电视台 发出声音 这些年半岛电视台 屡屡出现 为恐怖分子 站台的场景 原因也就在于此 当然了 卡塔尔这么做 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几年前 卡塔尔和沙特等国 闹到断交 原因之一 就是对 穆兄会的态度 所以啊 纵观历史 这穆斯林兄弟会 的确是 中东动乱的始作俑者 不管他怎么 声称要放弃武力 但这个组织的建立 就是靠着 极端伊斯兰起家的 一有机会 这所谓建立伊斯兰国的目标 就要显露出来 一些国家之所以 还能容忍这样的组织 只不过呢 觉得他暂时 可以用来牵制别国 稳定民心罢了 一旦这样的 勿兄会 想要夺权 就必然会被宣布 为恐怖组织 所以这么多年来 最成功的兄弟会 分支哈马斯 只能在满目 创一的加沙发展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好了 关于恐怖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